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助理 今天这一期的视频 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买的两个精华 也就是之前答应给大家做一个 简单的评测 这两个精华我用了差不多也 快一个月了 然后这个是亚诗兰黛新出的 高能小中瓶 然后这个是兰蔻的第二代 小黑瓶 我现在给大家说一下价格 亚诗兰黛的这一瓶的话呢 它是690块钱 只有20毫升 平均每一毫升的话是34块5 兰蔻的这一瓶的话呢 它是760块钱 但是它有30毫升 平均每毫升25块3 给大家对比一下它之前的老款和新款 这一瓶就是大家用的最多的经典小中瓶吧 这个就是高能小中瓶 它的包装是有这样的一个区别 这个是低管的 然后这个其实是按压泵的 质地也不一样 经典小中瓶的质地 它是比较半透明的 然后流动性很强的 然后这个是高能小中瓶的质地 它是一种卤液状的 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 这两个的话呢 是兰蔻家的 其实长得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带玫瑰花的呢 它是老款的 然后不带玫瑰花的 这个是新款的 这个是老款小黑瓶的质地 这个是新款小黑瓶的质地 没有任何区别 我个人感觉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再来说一下这两款精华的官方的一个介绍 亚善代的这个高能小中瓶的话 它的里面是号称说比老款的这个 多15倍的玻尿酸 这个的保湿力可能会比老款这款保湿力会更好 而且有添加一个是说 叫什么巴拉巴拉什么SOS 急救的一个独家科技吧 反正就是它号称可以一个小时 去修复你皮肤的一些过敏啊 泛红啊脆弱啊敏感啊之类的这种功效 总结起来就是一个 比较偏浓缩型的一个精华液 兰蔻的这一款 它的官方介绍是比老款多添加了7种益生源 基于什么是益生源 我也不是非常清楚 应该就是某一种菌类之类的东西 它是说可以调整你皮肤的一些菌裙 让它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听起来好像是非常非常玄乎的一个概念 里面好像就没有其他的一些区别 同样也是主打那个阿列酵母啊 这种配方在里面的 这两个产品你们都想要听 就是应该买哪一个 或者是哪一个更值得买 这两个产品其实是完全没有什么 可比性的 因为一个其实是基底液 一个是浓缩精华 理论上来讲 其实如果你经济条件 或者你的预算足够的话 你两瓶都是可以一起买的 先用这个小黑瓶 然后再去用这个小中瓶 然后还有一个区别呢 就是这两个产品其实它不是说用这个就不用这个 用这个就不用这个 两个完全不一样的 它是小中瓶家族的新成员 这个产品你可以每一天都用 就是日常用天天用 然后这个产品的话呢 它不是需要每天用的 只有你在皮肤特别脆弱特别干燥特别需要急救的时候去用的 蓝蔻的这两个就不一样了 它是完全第二代 没有玫瑰花这一瓶 取代了第一代 就这一瓶已经淘汰了 它应该是已经下市了 就不会再卖了 就是你只有买得到这个 如果你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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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让我在这两瓶里面 推荐一瓶的话呢 其实我个人 我还是会推荐大家买这个小中瓶 为什么呢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新产品 蓝蔻的话呢 其实说真的 我用下来跟之前的老款 肤感啊 保湿度啊 然后味道啊 都不会给我太多的惊喜 所以如果你是抱着说 我要买这个还是买这个的心态来 看这一期视频的话呢 我想跟你说是对不起 就这两个可能你都想买 给大家看看狗子吧 它们在睡觉 妹妹 小猪和佩奇 这一支是佩奇 里面那个是小猪 然后这个是他们的妈妈 哦 这里还有一支 大脑袋是谁啊 这是他们的爸爸 弟弟 弟弟 Never呢 Never应该在楼上 Never是一个 Never是一个很孤僻的女孩 她就是非常非常的骄傲 自大 又可怜 然后 怎么说呢 又没有朋友 感觉跟我有点像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 就到这边 现在是北京时间 3点43 但是我一点困意都没有 不知道可以干嘛 要不今天就不睡觉了吧 我今天决定了不睡觉了 决战到天亮 这样就生物中会比较容易 调过来 拜拜